大家好,非洲的中非共和国和乍德发生了边境冲突 现在我得到的消息,乍德国防部长已经证实了 中非共和国的军队袭击了乍德边境的哨所 一名士兵被打死,五人被俘幅,并被当场处决 那也就是六人死亡 乍德国防部长说,肇事者必须受到惩罚 形势相当严峻 乍德军队是该地区最强 但是无法与中非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相比 中非大家可能对这个国家不太了解 中非共和国武装力量现在看来比乍德还要强 原因是什么呢 是俄罗斯,俄罗斯已经进入到中非共和国了 老观众看我节目,对吧 我之前给你放过一个片子,叫Tourist 俄语Tourist什么意思呢 就是游客 那么俄罗斯的雇佣兵以游客身份进入中非 俄罗斯的武装力量 甚至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军火 对吧 五千多把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 到了中非 那中非呢 之前也抓捕了法国方面的这个间谍 我老观众也看,我给你放过那个视频 现场抓到了法国的这个间谍 就是法国的武装人员 那中非原来是说法语的 是法属之面地 那么现在俄罗斯从法国身边把他抢过来 那么现在法国呢 利用乍德和中非之间的矛盾 也在对中非动武 甚至是在颠覆中非的这个政权 你可以看俄罗斯和法国在中非 在乍德都进行争夺 在非洲进行争夺 那中非共和国和乍德的边境局势恶化呢 得到了俄罗斯驻班级 也就是驻中非共和国大使 叫弗拉吉米尔·蒂托莲科 他的证实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这个地区呢 中非共和国和乍德之间的边境问题 开始出现紧张局势 最近几天呢 那里情况普遍恶化 最新了解的情况 俄罗斯的雇佣兵 俄罗斯在中非的雇佣兵 就是一些Tourist游客 有三人死亡了 三人死亡被炸死了 过去一周 在与乍德和喀麦隆接壤的 中非的一些定居点地区 政府军的叛乱分子和军事行动 愈演愈烈 甚至爆发了一些内战 大家可以看 乍德 喀麦隆都是说法语的 那就是说法属非洲殖民地 与这个现在脱离法属殖民地的这个中非 发生了冲突 而中非是由俄罗斯控制 所以背后呢 是法国和俄罗斯在进行地缘政治 带领人战争 那5月24号下午的15点30分啊 栽有俄罗斯教官 也就是这些Tourist的游客 俄罗斯游客的20辆汽车 组成了一个车队 抵达了叫NDIM村 那根据当地居民说啊 在抵达那里之前呢 俄罗斯的教官在恩迪姆 以东40公里的叫昆吉里地区 对这个武装分子进行了一系列行动啊 就刚打完仗 然后他们坐了20辆车 一起抵达了这个 叫恩迪姆村 25号上午9点 郑武军啊 和俄罗斯教官一起开始清理 叫巴布亚啊 贝松公路 那据悉呢 约12点到下午1点 在贝松村15公里处 政府军突然遭到匪徒的抵抗 也就是讲法语的啊 法国支持的一些游击队 中非的游击队 就叛军抵抗 几名武装分子在战斗中丧生 第二天5月26号 坦桑尼亚维和人员 他的距离啊 叫 BERATI 这个村子 这是当地名啊 我也不太清楚 94公里处啊 击中了一个爆炸装置 结果两名军人中度受伤 设备失灵 那该净击点的区域呢 在叛军的完全控制之下 27号呢 政府军在俄罗斯教官啊 支持下呢 在阿鲁啊叫耶鲁阿 库高高速公路上 叫亚德定居点 与这个叛军交战 武装分子呢 计划啊 在一座桥梁上啊 埋地雷并炸毁桥梁 为避免被捕呢 帕兰分子将他们的家人 集中在与乍德接壤的 这个NZAMAIR 还有NZAKUNDU 两个村庄 那这个是现在整个边境地区啊 这个冲突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那么现在可以看啊 俄罗斯人呢 已经死了三人 在整个中非共和国的这个冲突中啊 俄罗斯的共用兵啊 告诉大家 俄罗斯的共用兵 实力是非常强的啊 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啊 就是俄罗斯啊 从那个中非回来的一些人写的 就秘密的一些介绍吧 他们很喜欢在俄罗斯一些论坛上 说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强到什么程度啊 大约有一个营的啊 一个营的那几百人了 一个营的这个匪徒啊 向俄罗斯这个进攻 俄罗斯只有五个人啊 俄罗斯的这个共用兵只有五个人 就把他们打退了 非常非常厉害啊 火力啊 另外呢 射击角度和互相之间 这种专业的军事训练 和那种非洲的地方 那个民间武装是不一样的 这个俄罗斯教官在非洲非常好使啊 那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说明了 法国在非洲地区的存在正在削弱 而俄罗斯正在 法国的后院非洲 与法国进行争夺 所以我说过啊 很多地缘政治背后呢 是大国的影子 你看俄罗斯 在中非这个地区 它呢 可以连接哪 联系到大西洋 喀麦隆过去不就是大西洋了吗 而中非这边是什么呢 是什么 埃塞欧比亚 这边是东非 那边还有急不提 中国的军事基地也在那 你看俄罗斯选择中非这一点很重要 它可以啊 把这个大西洋和印度洋 通过中非连接起来 那么法国就要阻止俄罗斯这么做 法国怎么阻止呢 就利用它在西非 在大西洋沿岸的这些殖民地 像法语的 像喀麦隆 像乍德 另外乍德内部呢 也有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 那有些游击队 那法国秘密的将 将什么武器啊 钱呢 收送给它 然后让他们对去袭击中非共和国相关的叛军 所以这是非洲地区啊 动荡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中国呢 现在还在东非啊 还在 在苏丹 还有那个埃塞欧比亚 急不提 大家看那个红海行路 就是在东非 还没有到大西洋那边 而俄罗斯呢 实际上一直想进入到大西洋啊 所以这也是非洲 包括北约对俄罗斯警惕的原因 对非洲呢 我觉得非这个 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和 法国在非洲的争夺已经白热化了 未来呢 我觉得 还有什么土耳其 利用他的穆斯林 伊斯兰 伊斯兰势力 也会逐渐从北非过来 所以未来非洲会非常复杂 我觉得中国呢 现在 在非洲这个问题上 未来不光是与什么老牌的殖民国家 法国 英国 美国 在争夺非洲了 也加入了一个谁 俄罗斯和土耳其 根本原因是谁呢 是美国撤出了 美国故意把什么 把这个战略空间 留给了俄罗斯和土耳其 世界警察往后撤了 那这些 对吧 地头蛇 向俄罗斯 土耳其 地区的小霸王 他们就要向什么 向非洲进行渗透 特别是在 一些美国撤出的真空地带 那么就会形成俄罗斯和法国 直接的面对面 以前法国在这个地区啊 是跟美国 跟美国进行竞争 但是现在可以看俄罗斯也加入了 总体上说告诉大家 就是美国在后撤 你记住美国在后撤 那么法国就直接面对俄罗斯 那么欧洲 对吧 法国和俄罗斯在欧洲 通过乌克兰也在博弈 在高加索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也在博弈 那土耳其也在参与 你看啊 美国撤出 美国让欧洲 互相内斗 对吧 他一撤出 欧洲 包括俄罗斯和 法国 在地缘政治上进行争夺 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美国一贯要做的 就是美国呢 进出 他都会引起什么 权力的变更 引起欧亚大陆 进行一个重新的争夺 说白了 欧亚大陆一直在进行争夺 在进行地缘政治的这个 冲突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是美国 不断用他的这个 离岸平衡手 我干预和不干预 干预和不干预 实际都让欧亚大陆 不断的在这些行业